5月31號 大批中文推特用戶在網上說 自己的賬戶被不明原因凍結 直到6月1號下午才陸續解凍 但關注者和被關注者都有減少 有的粉絲群甚至被清零 有人發現被凍結的賬戶 都是平時發言批評中共的 因此懷疑中共的黑手已經伸向推特 網友海鋒5月31號在推特上發文說 今天推特出大事了 許多網友被直接消耗或屏蔽 本人將近有2小時發不了推 之後又被取消了700多關注者 這不可能是技術故障 唯一的可能是中共的黑手已經伸向了推特 美國之音前記者龔小夏6月1號也發推說 我被封殺幾小時內 發現成千上萬以中文發推的賬號 在同日被封殺 這是六四屠殺30週年紀念日前夕 我至今找到的所有被封賬號的言論 對中共都不友好 旅美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建分析 出現這種事情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是推特和中共私下有交易 另一個就是純粹的外部攻擊 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了 因為我們知道川普總統啊 他進行用推特治國 在如此中美貿易戰六四到來之際 那在此期間 如果中共向美國展示 它有能力 它有實力 對推特進行破壞的話 那在推特世界裡面 每一個人的賬號 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被封號的問題 針對大量賬戶被封 推特官方回應說 這是推特的例行動作 不是中共政府的大量舉報 還說被凍結的賬號都有違規行為 但有時他們也會犯錯誤 會有誤報 不過 推友對此說辭並不認可 有人回應說 這是推特世界裡的天安門事件 你們的解釋是蒼白和虛偽的 你們的所作所為 拋棄了道義和上帝 你們選擇了與魔鬼站在一起 美國國會參議員馬克·盧比奧也發推文說 推特暫停大量批評中共的賬戶 包括中國境外人士的賬戶 推特已成為中共政府的審查員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認為 推特既進不了中國 也沒被發現像臉書那樣有想進入中國的企圖 所以 這次大量封號可能是中共水軍惡意舉報 加上中共長期對推特滲透 潛移默化影響下的結果 鄭浩昌表示 不管是私下交易還是中共直接所為 整個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中共 中共現在面對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為了保證權 什麼瘋狂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但是這些在美國眼皮底下興風作浪的手法 在當前美中關係大逆轉的背景下 很可能招來美方的強力反制 也有網友呼籲媒體調查推特公司 這一定點清除大批反共賬戶的事件